邱Sir 接受訪問 其實在這三場比賽中香港的UR2的表現都不錯 一勝一和一負 其實有沒有阿威這次比賽做了什麼特別的部署呢 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這個比賽沒有特別的部署 其實這個都是其中一個過程 從這個過程我們都會用來看我們亞洲賽的 preparation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做一些 譬如七人賽的一些game setting 但是裡面會有一些進攻的概念在裡面的元素 即是譬如如何表演的表演 表演到high passing 的時候 應該去製造一些空間給自己 球隊去組織神女 那這些東西其實不是單純為七人賽 而這些sology 或者的concept 或者的意識 其實都是為十一人準備的 嗯 那麼高乎這三場比賽 你覺得球員哪方面是做得比較理想的呢 我想他們執行指示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在組織進攻裡面其實有很多情況 你要因應不同的 應該有很多千變萬化的scenario 但是我們很難去一一去做完 但是譬如透過一些principal的話 他們都是跟過principal來執行指示 他們做到某個水平出來 那有什麼地方你覺得其實上司要改善呢 因為其實現在有四分在手 都會有機會出線 可能在杯賽碟賽或者盾賽 其實接下來都還有比賽的 那什麼位置你覺得需要改善呢 我想埋滿和一些不確定性 尤其是好像剛剛在這場我們失了球 失去了落後的時間 反而他們要懂得控制情緒去找一些機會 有些不是open play 有些不是open chance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耐性多一點 或者叫做等一個正確的時機 才做某些事情 明白了 謝謝主導老師 Thank you Good luck today Bye Bye